它都是假的呀 它是海盗 对 它是海盗 你一定要记住 这种的都扯毒了 那帮货瞪眼珠 全造假的 都是表面的 所以说这回 你到中 咱中华民族必须学习 咱中华民族必须学习 要不然肯定不行的 你想一想 让他们给地球玩玩背了 海盗哪来文明啊 海盗啊 你就像以色列这种的 我就问问你们 除了以色列 这世界上有几个国家 当了全世界人面 短短二十天 对加沙屠杀了 一万 一万人 一万人 你们想想 这要是俄罗斯在乌克兰 这么干 会遭到什么 你们就这么想 就这个二十一世纪 你就想想 我为啥说战争权 必须给他们打破 他们 惯了 就是他们 只有他们有战争权 而且他们可以肆无忌惮 但大肆屠杀 以前靠媒体 靠舆论 他们压着这些 颠倒黑白 所以战争权 必须把他们剥夺了 就是他们可以这么干 你别人 你要想 你俄罗斯 要对乌克兰 你要这么干 你试试 你试试 你想想那种口诛笔伐 那得啥样 啊 国际什么叫话语权 这就是话语权 他们为啥现在没有颠倒黑白的能力了 因为 大地先卓 咱家反霸权了 中俄两家的舆论不占他那了 还有一点就是自媒体时代来了 他们昂萨犹太控制舆论的能力没那么大了 对 这点大家一样明白 以前就啥 我在直播间跟老粉说过一句话 就是 俄罗斯 打乌克兰 当时打乌克兰 对美国来说 美西方来说 为啥那么紧张 为啥那么高调 为啥要那么团结的要干俄罗斯 为啥 很就一句话 我美国可以打谁随便打 你俄罗斯怎么能有开战权呢 对 就这么简单 只有我北约打别人 你怎么能打呢 你算老几 这个事你看着简单 很麻烦呢 所以说大地 先说咱家为啥要 不让他们在世界上孤立大地 就这么简单 要不然大地 孤立都孤立死你 咱家要不占大地 全世界国家都得跟着老美 那就不是西方国家的事 对 我们可以打 你怎么能可以随便打呢 只有我们有开战权 我们可以肆意的轰炸颠倒黑白 你怎么还能打仗呢 明白了吗 没事我拿去捏过你一下子 可以 他可以侮辱你 对 但你不能打他 这就是美西方 这就是霸权 明白了吗 就在这 大地是挑战了他们 美西方的开战权 明白不 在这呢 打仗不是你们的 光是你们美西方的权力 大地干的是这个 中东这个干的是舆论霸权 把他们干了 对啊 剩下的就是军事霸权 老美下场了 直接军舰航母 给他地中海的干沉落 军事霸权也没了 为啥现在非西方不站在 不站在老美那个阵营里边 谴责大地 很简单 因为咱讲 因为两强 你们永远要知道一点 这个世界战争才是常态 人类那天开始就是这样的 特别咱们这么大一统 这么大体量的工业国 到现在 玩太极左右手 咱家没有战争 这种克制程度 在玩所有的战略智慧 咱家是非常智慧的 在这方面 我没说吗 14亿人 一天吃喝拉撒就多少 这每一件事拿出来 对这个国家来说 都是大问题 对 你看很多人 油价又涨了 全世界有 酱油 中国 你看三桶油就不酱 很多人就拿这些玩意去嘲讽 他们不知道的是 咱们国家的光油道 给全世界13个国家 进口油 好多国家加油都加不上 5亿多原油 在全世界各个航道 你能想到的 汪汇运 风险巨大的 一旦开战 风险巨大 能保证 现在四家车 5亿辆 加工业油 所有的全能 让你们出行 各方面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就烧高响吧 对 所有的都是 包括气 所有的 层层 组结 可以这么说 我跟你说 之所以 咱家现在 没问题 就是因为 咱强大的军事力量 来保护了这些 畅通无阻 所有的全是 每一项 咱家 那个数量 都吓人 因为不是光人多 咱家主要是 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消耗就大 印度人也多 他能消耗个灯 他消耗不了出啥 咱家一家的 盯全球那些 整个发展中国家 一半的消耗量 一半国家 一家的消耗量 盯他们上百国家 你想想 啥都是 即使这样 咱家自己 用了几十年时间 通电 通网 通路 现在 出行 多方便呢 高铁 供高速 这那恶的天天害 哎呀 啥都跟这个比 跟那比 他们不知道 这里边有多大个事 他们不知道 这每一项 每一项 巨大的 决策 有多么艰难 而且在这种 大变局 这种环境下 世界都要三战的情况下 你想想 所以说 很多人嘛 就是 生在福中不知福 生在福中不知福 老感觉什么事都是理所应当 老感觉你有俩鼻子 什么都可以买到 你真错了 我告诉你 你真错了 嗯 你一定要明白 这我去隔了一句话 因为你生活在被保护的这个国家里边 保护得好而已 很多人就是对这些都不理解 但是咱也不用解释这些东西 其实也不用解释 你只要 你明白这些东西 你经历过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人都明白 那个年代 现在做个生意 你还可哪炫富 可哪吹牛逼呢 一天咋咋地的 哥八九十年代 你试试 那个年代你就 有城管了 又不愿意了 当时呢 城市里边摆地摊的 到处脏乱差 这是国家要治理城市 你得楼上喝着牛奶 睡着大觉 拿着小ipad 天天唱歌 跳舞 看电影 你可挺得劲 完了 没事 还骂个成果 你那是没有这个呀 你楼下呀 那大马车都给你 下小区都给你堵住了 你出去赶 资了毛一生 一个大鞭子 给你抽过去了 就是这样的 当年就是这样 我就卖过菜 我还不知道吗 你现在是吃饱喝足了 你不知道 放开会有什么样啊 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 整个十八大之后 变化多大 就是他们 就是我没说 保护太好了 保护太好 他们不明白 里边早是 特别现在的年轻人 稍微一整倍 带节奏 因为他没经历过 没经历过 对 七哥十六七 时候就登三驢子 登到齐驢 卖菜 满街卖 我不知道那时候 啥环境 啥那时候 城市 也走不少 现在你看看 你保护太好了 吃饱骂娘了 用心良苦啊 不是人这玩意 就啥时候说啥话 但是你得往前想 是不是 很多年轻人嘛 不懂这里边的 有多难 就是很多人嘛 老自以为是自己 出谋话策大地 我们也说嘛 你站得高的立场 一想 你脑瓜就大 咱就不说别的 七哥就不说别的 咱自己家内部 一天就这么多事 国际上 各种围堵 各种战略 还得怕摩擦 说哪天 那干起来 我一天你说 你想想 啊 这大国家 可不一样 所以说咱家 强就强在这 我为啥说咱家 肯定能在 这个大变局当中 必须营量 就在这 咱家 一盘起 各方面 治理都非常好 在全世界来看 咱家绝对是 独一无二的 绝对是 独一无二的 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 你就看去吧 他们跟咱们比 你看那西方 玩得多花花 很多人还羡慕呢 人家花花 还羡慕呢 我告诉你 他们那种 就是走下回路了 他们带领人类 走不了文明的 你记住其他这句话 只有咱家 咱那才是真文明 咱家在农耕年代 吊打全球 咱家 咱家很多师父 一家 整个中原王朝 占全球一半 不管人口 还是经济 感谢 农耕时候 汉 汉朝 唐 圣唐 北宋 南宋 元朝 前期 明朝 前中期 清朝 前期 到乾隆 全是调打世界 农耕时代 整个中原王朝 中华民族 一直是 屹立在这个地球之巅的 没有对手的 所以说呢 到近代 工业化之后 咱家落后了一百多年 对 落后了一百多年 只是一百多年 当咱家这个庞然大物 把工业体系 又纳到全球第一的时候 谁害好使 谁害好使 这个体量 超十亿人的全球工业化 没有 没有先 地球上没有先例的 二战之前 蒸汽机的时候 英国最早 工业革命 英法 他俩 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 对全球 他俩 体量不大 但是呢 他俩是 第一个完成工业 第二波工业革命 小德 德国 苏联 美国 日本跟了个尾巴 但是 德日 起来了 开壳 二次 国务业革命 他俩能把英法干了 但是最后 他俩能干了美苏 那个庞然大物吗 工业说白了 就看体量 看众生 看人口 看生产力 看你的资源 这是德日必败的一个原因 他俩这辈子也累死 他也干不过美苏 美苏当时两家人口都是过亿的 那个年代过亿没几家 咱家才四亿 四亿多 他们是过亿的 他俩 但你想想 当咱家过十亿人口 国土面积这么大 工业一家占全球 百分之三十六的时候 谁还好使 这就是咱家复兴的中华民族必须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的一样 教员早就说说了 十五个五年计划必须赶超老美 说白了用七十多年时间追上老美 现在这不七十多年 这马上了吗 这不已经扯过去了吗 各方们 咱们老一辈对老美这套 就是咱教员对这一套清清楚楚 说白了 咱们中华民族当时二战跟他们的差距 就是俩字 工业 没有别的 为啥老一辈必须把工业重工业体系全部建立完善 前三十年必须把两弹一星整完 你工业建完了 没有两弹一星你完了 因为啥 你工业体系发展再好 美苏一顿大导弹 你就全部给你干洗碎 你必须有自保的能力 这就是东风导弹 为啥咱家技术是最全面的 那个时候为啥研究这个东西 因为你舰队 你海上空中力量 你是干不过人家的 当时的工业基础 明白不 所以说咱家当时 但是那种情况下 咱家多严峻的 美苏都要干咱家呀 这两货都 咱家62年打完阿三 64年魔物 魔物世报之后 都要干咱家呀 他俩 因为啥 他俩为啥像那样 美苏在全球各领域 全你妈博弈 打个你死我活 恨那牙痒痒 但是这俩货 唯独在一件事上 利益是有共同点的 就是不能让大家崛起 因为啥 太你妈吓人了 体量比他们大 一旦完成工业化 他俩就是个梁 因为他俩 就是从工业起家的 他俩太明白 咋回事了 对 他俩太明白 咋回事了 要不然 你一个小B仔子 完成工业化 美苏能勒你吗 美苏能勒你吗 你小仔子算干啥呀 就是小仔子 你有模糊又能咋的 眼睛一波 把你国家都给你灭了 你还有啥呀 但是咱们这种体量 他们太知道了 而且最后 老美到破冰之理之前 69年 真包 真包到那时候 当时要明白 咱家而且还打赢了 给老苏气那样 还没惯着他 老苏到最后 他也没敢干 他也没敢干 老美一看 咱家太刚了 虽然意识形态 跟他不一样 虽然咱家也是属于 社会主义阵营里 但是老美一看 他整不了苏联 他在越战卷进去了 他只有联合咱家 太干了 这就是美苏他俩 想同时整干家 整不了完了 反而最后 还得拉拢你的原因 所以说69年 打完的时候 老美一看 太硬了 因为啥 53年给老美一顿揍啊 50年代 50年代揍老美 60年代没揍老苏 完了60年代初揍阿三 阿三是美苏两个 援助力 所以说这一看 老美一看 整不了呢 模糊也有了 东风系列也都起来了 重工业体系也完善了 完了没事 还能揍老苏 我现在也越南 我也打不赢了 苏联从这来了 所以说他必须破兵之旅 而且咱教员早就知道了 改革开放早就定下来 就逼着老美 老美是必须得让穆在列 要老美在70年代就玩废了他 要不然70年代他就废了 所以说呢 他这个战略是对的 当时破兵之旅 也是被逼无奈 那时候的老美是只要咱家实力 所以说呢 改开了 改开之后 那你引领的是啥呀 老苏最后呢 整完了咱家收拾的越南猴子 老苏 老苏失去咱家了 完了咱家还打他的代理人 越南猴子 整整轮战消耗老苏十年 我老苏自己掉入阿富汗 老苏一下废了 老苏一下崩了 崩完了 老美这下跳高了 老美仰不起来了 敢跟咱家乌乌张张 但是没招 咱家改开了 老苏一崩 咱家跟大雄 跟俄罗斯属于弱势 当时只有那时候 因为啥 东欧全部叛变了 包括俄罗斯 全部私有化 全部倒在经济利益方面 全部倒向美西方集团 那时候还没有大地鸟 那是叶利钦 对 咱家从这个时候 整个九十年代 这就是中华民族 你佩服不行 九十年代 三家的 小心翼翼啊 从来不跟老美挑战 九十年代老美撞击事件 炸大使馆事件 截咱们船事件 各种事件 就这种事 在前三十年 早开他了 但那个时候 愣是咱只用抗议这方面 九十年代最难 而且 当时还有谁 小菜菜家 那个 那个岸田灯辉 岸田李灯辉 台海危机也踏着 那时候 整个九十年代是最难的 那十年是最难的 而且咱俩改开了 明白不 那时候 那时候你没保 低调低调 中华民族 一定要低调 那个时候 一定要隐忍 等等 机会很快要来 转过年 2001年 这个转折点 就是咱们少帅 去世的那年 在夏威夷 西安事变的转折点 对整个 咱们教员团队都重要 没想到另一个转折点 竟然还有少帅 2001年 911 这911 当年少帅也是崩了 少帅那年去世 对 从911 那个真正的转折点 就是21世纪 说实话 咱家的国运 并不是在教员那个年代 教员那个年代 新中国并不是靠国运 那存是靠军事指挥 战略 战术 理论 各方面能力 打出来的 全是打出来的 全是教员团队 团队的能力强 硬撑过来的 硬在美苏两大流氓压制之下 撑起了一片田地 成为第三股力量 真正的国运 是21世纪的开年 感谢花灯厨上 刷的踹运线 这个开年 21世纪国运才来 你 从那一年开始 就是911 911开始 保留TU 所有进入世贸 咱家 2001年之后开始 如厘薄冰 小心翼翼 那可怕一人 惹着老美生气 当时 老美给中东 当时想彻底联合中东 把利用 阿富汗 伊拉克这事 想彻底给中东 绞杀完了 最后把伊朗平了 平完伊朗 中东彻底拿下 整个石油资源 天然气资源 永远握在老美手里 老美当时 就想一鼓作气 把中东彻底拿下 他的霸权能延续 整个21世纪 这是老美想的当时 因为当时的中苏 中俄两家 太弱了 俄罗斯 2000年 2001年 你这个转折点多好啊 大地刚上了 那一年大地上了 那一年911 那一年咱家达文 都停 你看看这转折点 从那之后 就意味着 这两强啊 两强来了 每用20年 事业就开始 虐一半 小布什 对 从小布什开始 参加一个比个菜 张勋良怎么 没有 七哥说 张勋良 2001年去世 我就借了这个事 我就 说911 啥事没有 一个小梗而已 对 完了这个 所以说 这个国运 这个国运到哪儿去呢 到2008年 2008年 美国 美西方爆发 经济危机 老美没减了 三家四万个亿 就是 各方面 把大基建堆上 老美是拉满了 从2008年之后 欧盟 日韩 经济 没增长 欧盟还倒退了 2008年 到2021年 老美撤出阿富汗之前 这十来年 世界总经济 增长了 二十万亿 咱家一家 拿到了 八万亿 老美五万亿 啥意思 中美两家 拿到世界的 百分之六十 剩下那七万亿 剩下200个国家 自己分家 咱们到 2008年之后 奥运会开完 2009年 奥巴马 希拉里 希拉里 就开始完了 开始上了 他俩 太上要了 要重返亚太了 还怕了 担心了 要给亚太部署 百分之六十的军类 因为啥 因为 老美 他认为自己 掉入了一个战略陷阱 二一个 咱家的经济体量 马上超过鬼了 明白不 所以说 从那之后 老美 在中东 已经干 快十年了 因为他 啥打不赢 因为 两强 不让他赢 老美 自以为 势力 担极霸权 自以为 是不把 两强 放在眼里 自以为 是能把 中东 全部拿下 包括伊朗 但没想到 他他妈掉中东 那坑了 被他妈大三角 给玩了 给牵制那了 拔不出来 完了 2010年 咱家正式成为 世界第一大 制造业大国 世界第二经济体 正式超过鬼了 超过鬼了 2010年 是个整个经济 工业的一个 转折点 是老美 对咱们态度的 一个转折点 老美感觉到 大事不妙 老美要收拾 咱们 要在科技技术领域 封锁咱们 老美感觉 不对劲 不对劲啊 这个要是 留在最后 后患 老美自己都得 老美完了 完了 最后 老美 重返亚太 咋喊出不来 因为啥 给中东那 被他妈 吊那了 联合脚上了 老美的军工 复合体在那 都赚钱了 但是咱家 看到了这一点 咱家看到了这一点 从2011年 咱家 1月11号 歼20 正式亮相 老美 更他妈 坐不住了 你这偷偷摸摸 你整他妈这么个大宝贝出来 这他妈 吊打我 F22的大宝贝 你都整出来了 这他妈咋整的 你不扯犊子 你吗 老美当时 一看事不好 要联合整咱家 紧接着 2013 咱家 在21世纪 可以说 最牛逼的战略 永远排到第一的战略 正式出炉 就是咱们 访问 大地家提出的 丝绸之路战远 不跟你老美玩了 不跟你玩了 哎 我他妈自个玩了 老美 我知道老美反应过来了 但是 我他妈不跟你 我提前把路铺好了 对咯 老美 你早晚得跟我脱钩 你早晚得卡我脖子 你早晚得封技术 封科技 我提前备好 提前量 我他妈是上路 路玩去咯 玩丝绸之路去了 这个才是顶级战略 这个才是欧亚 连通 剔除昂萨 多极化的顶级战略 这才是最顶级战略 所以说等老美反应过的时候 晚了 晚了 老美开始整事了 2016年 促使菲律宾 到联合国 搞南海仲裁案 那边夸夸拉 一百多国家投票 这边老美航母开进南海 最后咱家精锐进出 把老美 航母的坐标 给爆出来 老美航母夹着尾巴跑了 从那之后 再也没人敢 提南海仲裁案 直接杜特尔特上台 菲律宾直接访华 从那时候 全老实了 紧接着 董王就发威了 2018年一看 他妈武力整不过你 贸易战来了 口罩 疫情啥都来了 病毒整一块来了 都来了 整吧 董王一看 董王上来第一件事 中东撤军 叙利亚撤军 就认输了 大帝你赢了 我撤军 我必须要跟 东方掰掰手腕 要不然我就废了 直接贸易战开起来了 我军事干不过你 我干贸易 南海仲裁案 干不了我干贸易战 贸易战 科技战 技术战 他妈的 口罩战 这战 那战 全你妈来了 这一下子 这一下全来了 董王一顿 捉 捉完了 口罩没控制明白 最后民主党 用票 造假的票 把董王活活的 给整下去了 民主党造假 上那台 我就告诉你 董王的票数 永远超过老登 他们造假上来的 老登上来 也是一样 老登 董王是退群 把所有盟友都得罪了 感谢阿文 刷的跑铁车队 董王是退群 把欧盟得罪了 把日韩差点没吓死 老登上来了 把盟友拉回来 说这 董王那些都不算数 听我的 咱们要集中精力 先磕大雄 磕完大雄 再磕东方 咋磕呀 我给阿富汗撤军 咱们利用 乌克兰 那个大冤种磕 给阿富汗一撤军 直接联合 美西方集团 利用一万多项制裁 爆发了俄乌战争 直接挑衅 从这开始 他们想各个击破 对两枪 因为在近海 跟咱家玩 永远不敢开第一枪 只能靠乌克兰 这个 往这边整 拉住欧盟 完了 收割俄罗斯 他们最想干的 不是军事 打败俄罗斯 他们是想 像苏联那样 轻而易举的 击溃俄罗斯的经济 经济 把卢布 干成废纸 这才是老登的战略 干成废纸之后 让整个俄罗斯的民众 企业 回到解放前 然后内部 搞颜色革命 最后 把大雄 大蟹 八块 北约 长曲植入 干到远东 再对咱家 进行联合 绞杀 这是他们的战略 他们从来也没想过 在军事上 打赢过俄罗斯 就像西方集团 从来也没想过 在军事上 打败苏联 一样 他们想在 经济 货币 体系上 干到俄罗斯 咱家当时 一看 一万多项 制裁 咱家就明白了 他们把俄罗斯 踢除整个 全球交易体系 咱家 一下就明白 咋个事了 紧接着 踢除美元 咱家 把卢布 给他撑起来 直接本币 结算 感谢西年 直接本币 结算 所有美西方 退出的企业 咱家 无缝连接 直接给他 补上 就这样 大地 缓过来了 经济缓过来了 紧接着 工业 直接也唤醒了 开始 狂狂的 给前面 干消耗的 哎呦 我操 咱家 终于松口气 当时 贼 吓人 我跟你说 就是 他们没有 比乐吓人 咱家正面 跟老美 咋玩 咋搬手玩 咱都不拒他 但咱家 最担心的是 大熊倒下 大熊倒下 不是 我就告你 七哥告你 咱家 单掰 老美 永远都不拿他 当啥也不是 五十年代 到巴林后家 照样揍他 咱家担心 他被肢解 他肢解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伊朗老实 沙特海湾国家 彻底倒向老美 阿三 彻底倒向老美 整个东盟 彻底倒向老美 整个非洲 再也不敢说老美 话话 整个南美 彻底服 对老美 扶手 称臣 明白吗 俄罗斯被肢解的 连锁反应 波及 整个地球 七哥为什么说 感谢二威 刷的川医线 七哥为什么说 在昂萨跟犹太集团 没倒下 没倒下之前 咱家最大的战略 永远是 俄罗斯 不败 俄罗斯 败了 咱家在安理会 在联合国 就像我这样 嗓子喊哑了 都没有用 所有小B仔子 全站到老美的身后 谁敢站在咱家呀 啊 你也得理解人家 但是中俄两强 往联合国一站 两强一起投赞成票 一起反对票 一起干以色列 一起干老美 后边得站多少人 啊 你知道这个背靠背 对咱家将来多极话 有多么重要吗 很多人他妈制造中俄矛盾 有一头算一头 等你妈 汉奸 害他妈 惦记远东那点地儿呢 害他妈 惦记远东那点地儿呢 他妈大熊被肢解了 你自己都没了 你个散炮 为啥就背口呗 你以为人家就 你以为大地没咱家 就咋哪地了 我告诉你有一点 以前我说句话 俄罗斯人 再不计 是白人 俄罗斯被肢解 北约立马就给他纳入进去 立马就是一家人 咱家永远 不行 不是一个傻的 你记住我这句话 而且 即使没咱家 大地人家有工业 有国防工业 有六千多枚大蘑菇 有资源 人家能跟美西方拼命 美西方敢跟大地拼命吗 啊 咱家可是缺资源的 大地被肢解了 咱家陆路海陆资源 海上整个石油天然气通道被切断 直接工业体系就运转不了 很多人都不明白这里边的事 感谢老铁刷传线 咱家为什么站出来不让老美孤立 孤立俄罗斯 咱家为什么是咱家提出的 这次提出的中俄两家两个对抗 又提出无上限 为啥是咱家提 留后手啊 咱家现在占大地 未来西泰 掀起来 那是大战呢 那个时候大地 稍微占咱家一下吧 那对咱家影响多大啊 那整个资源体系 中亚五国 那都是俄罗斯的后院 那一带一路咋打出去的 那都是大地点头 远东 哪个不是啊 伊朗现在公开支持的 也是人大地 给叙利亚把老美闷出去的 也是人大地 先桌子干乌克兰 拉着跟美西方对抗的 还是人家 你妈天天那么吃点饱饭 天天那么想眼前 天天想着眼前 哎呀大地 咱家经济咱们 咱那是互补 咱家是工业品 人家可有可没 咱家给大地拿的是啥 粮食 光大豆不进老美的 进大地的 一点七亿多 你看看就 暴涨 百分之二百多 粮食 进口是啥 石油 天然气 工业原材料 前二十种 而且最重要的 核武的 又 全暴涨 这是俄罗斯刚爆出来 咱家给大地那拿来的东西 全部是用战争形态 能保命的东西 而不是你生产的 裤头子 袜子 啥 还有话 你要明白 远东给开发 很多人还在这里边使梗呢 一个个 你真不知道咱家缺啥 世界最大工业国 肯定缺能源 为啥 大力发展新能源 电力 不都是为未来战争做准备 战争起来 海上被封锁 麻六甲 整个海洋通道被封锁 商船被查扣 你拿啥工业运软呢 你不得靠俄罗斯吗 啊 你连这点事都不知道吗 大地不行了 一样 他也得靠咱家 要不然他货币崩了 也不行 他不靠咱家 这就是两强被靠背 的原因 咱家石油一年进口 五亿多原油 五亿多吨 玩呢 光他妈四家车 就他妈五亿多辆 工业运游呢 军事用油呢 航空用油呢 在他妈十三个国家 全世界各大海洋 海陆 各大海陆 各大陆路 源源不断的往里灌油 我咱家 一天他妈油涨点价 别人都降价 你这块不降 一天你还吹牛逼 你他妈能开车 能加上油 都算你牛逼 就这么大体量 用油啊 还他妈还天天 还笑着三桶油 你这他妈要是给 给资本干这玩啊 你他妈分分钟 让你加不上油 你连条狗都不是 没他妈国家保着你 他妈还能开车 嘚瑟你一天 你多大体量 你不知道吗 啊 你多少辆车 你不知道 你他妈比美国车都多 你不知道吗 你不发展新能源 能行吗 他妈的一天他妈吃饱 骂娘你他妈的 跟你嘚瑟的 没有国家保着 你好使这些东西 啊 这些东西 所以说大家一样明白 这种春王痴汗 这种背靠背 但是我有个前提 啥呢 昂萨跟犹太岛之前 大地必须是咱家背靠背 还是我那句话 岛之前 岛之后 那七哥有七哥的战争 对 岛之后 那咱家有另一方面的战争 对 那我也讲过 岛之后必然扶持德法 扶持法德 跟大地造成一个平衡 这个就是昂萨人倒完了 还有另一套手腕 但是现在咱先不着急分析未来 就是多极化的时候 就是昂萨没了 对 那是后话 对 你他妈老拿历史说话 我为啥说这样的人 七哥咱现在只拿当相 不提之前 我也不提未来 就当相 必须背靠背 老美 咱再说 咱说咋谈都 那时候咋玩都行 后话别说 那后大地时代 小剧本 其实我都给他写好了 但是我尽量少说 现在不利于友好 行了 就站定 那我还是七哥那句话 我不是任何家的粉 我只站在咱们中华民族 重新站在世界之谍 站在世界老大位置的那个立场去出发 去考虑战略 我讲俄罗斯背靠背 我不是站在他立场 很简单 我是站在斗霸权的立场 没他不行 给我说我是鹅粉的人 有一头算一头 都是汉奸 因为我压根就不是 二一个 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他就是美狗 百分之一万的美狗 昂萨他没啥文化 大家都知道昂萨就是个盲流 说白了 咱家发的五项反霸权 其中有一个文化霸权 是最重要的 文化霸权就我以前说了 咱家泱泱大国中华民族 世界最大工业国 生产能力这么强 各方面都很强 到现在呢 主导呢 所有的 电影也好 干啥呢 最高电堂 全在眼界那儿 什么奥斯卡 米兰 时装周 我们说吗 咱家的明星到欧洲的小逼崽子国 甚至 嘎那上小镇 晃一圈 回来都值钱了 这就是换选 而且他们都是以 私人公司名义的 所有的全是 你这个不行了 你这各项 你的体育 什么都 各房各业 全是他们来定义 你这东西你没法玩的 这是很麻烦的 所以说 你不把这些东西打破 你怎么玩 你中华民族 你怎么能从心理上 那种自信 站起来 你现在咱家的大田子还这么多呢 你想想 你这泱泱大国 这五千年的文明 从头到尾都没断过的 这大国 这体量这么强了 但竟然他们现在认为 咱们还 这个不行 那不行 还是认为那帮 小逼崽子 小强盗 以前那帮老蛮族 能带 能主导地球 你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说 咱家反霸权 五项霸权 是非常严谨的 你就这么说吧 整个咱家的文人体系里边 从九十年代改开之后起来的 那读着一本西方哲学 那一天 哎呦 那谁搞着窝里 误着 学的所有思想 全是接触着西方 这个大师 那个大师 这个造假 那个文艺复兴 这个那个的 最后呢 说话 聊咱家历史 全部结合 就咱家拍的纪录片 都是 先对比 咱家汉唐时期 那边罗马 咱家春秋时期 那边希腊 给希腊的 整的 那全是假玩 整的跟真的似的 还得拿咱家 这个真正的文明 去跟他的假文明 去对比来 证明咱家 有过 太可悲了 这是咱家 要干的胡二 我为啥说 新能源汽车 这是2.0版本 燃油车 是1.0版本 新能源 是2.0 将来 鸿蒙系统的 智能驾驶 是3.0系统 咱家 咱家得先把 这些工业品 高端的工业品 输出到全球 让他用上 咱家的品质 最后了解 咱家文化 最后学中文 一点一点 一点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文化 什么 也没有 你的 企业 加品牌 杀到国外 能让他们 对你认可的 认知深 比开多少中文学校都强 比你穿多少 什么 咱们的古装 到沿着大街 天天比比花花 弹古增 强太多了 那些都没有用 真正是啥 让他们用上 从吃 各方面 都得用上你的产品 而且是高端品 记住了 用便宜货 他这辈子 瞧不清 必须要贵 主打一个贵 这就是我说 咱家新能源 敢定价 才能走出国门 才能吊打他们 所以说呢 从燃油车的1.0 咱家跳到新能源的2.0 再跳到华为 鸿蒙自驾的3.0 基本上碾压一切了 这个才是文化的力棍 你回想一下 改开之后 咱们80后 90后 70后 00后 甚至从小用的 不都是人家的东西吗 看着动画片 都看日本鬼子的 打游戏机 手柄都日本鬼子的 你长大了 开车 日本鬼子的 德国的 老美国老的 所有东西 现在这思想刚进 不都是因为 用人家的产品吗 最后说呢 日本鬼子二战 为啥这么坏 我说 也不是 也不能那么说 人家日本鬼子 做事挺好 你看人家产品质量 多好 人家很严谨的 这他妈都是品牌的 影响力呀 你开多少 普通话 中文学校都不如这玩意好使 明白过 啊 为啥要制造业升级 高端装备升级呀 为啥要品牌 走出国门呢 咱们对日本鬼子 德国 所有的美国 欧洲这些玩意儿 认知不都是从品牌上来的吗 法国奢侈品 法国红酒 英国绅士 法国浪漫 日本鬼子 匠人 这些东西不都是吗 啊 哪个不是从品牌上来的 哪个是从历史上来 你从历史上学他们 那就是个畜生 哪是人类呀 他们呢 他们是占了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 比咱们快几年而已 咱们现在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了 所以说 想打破这些文化思想纲业 靠的不是你苦口拨心跟人说 你怎么怎么好 穿着古装 道演者怎么表演 而是你拿出你真正自信的品牌 敢定价 卖给他 就完了 这就是新能源2.0 3.0版本 接下来要调到一切的音乐 所以说你 你根本都没找着路 你整那些没用干啥呀 我一看给欧洲街头表演那些 你蹭点流量行 我说那些玩意儿傻用啊 你咋傻看你跟领大洋的事 也就是稀奇一点 傻用 真正的傻呀 每人用上一台华为 手机 再用上咱国产的新能源汽车 这才是人人都用的东西 吃穿住行 所有全咱家 这是马上咱家就调打他们这方面 必须从这方面考 资本家品牌才能杀出国门 我那时候为啥骂子咱家的企业 我说过 大企业 当你能做大做强 是因为国家的红利给你了 当你走出国门那一刻 是国家给你背书 你除去那一刻 你的企业品牌 就应该讲中国文化 讲中国故事 敢定价 敢讲故事 卖给这帮养鬼 你别他妈的一做大了 除去让颜姐一顿收拾 死思维 就是除去就是贵的的思维 完了一不行 回来又收喝自己家的百姓 你看看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资本 全世界吸血掠夺 最后给底层分分点 分点汤 你看看人家 你再看看你那个怂样 所以说 基本上是啥意思 未来咱家走的不就这条路吗 咱家一到上中高端 美西方肯定下的要死 因为美西方太知道 他们用什么来影响咱家了 不是靠给咱家 扔那几个间谍 那玩啥用啊 咱家说收啊 全抛 抛头 我直接都给他扔鱼子 去 不是那几个间谍的事 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他们的品牌 他们的品牌 定价权 他们拿到了定价权 拿到这个专利 为啥咱家高端品一出来卖给他们 他就害怕了 他就关上大门了 不让你的品牌进去了 他们太知道他们是怎么玩的了 为啥非西方国家里边那些小资本 一潜了都向往美西方 因为美西方给他们注入的就这个思想 美西方给他们注入的思想是啥 因为美西方当时强大 给他们注入什么思想 你看我多自由 我是贸易的 你们这不行 土地你看你们国家都不让你买 你干大了 啥也不让你整 你只能在你那小圈子 你看我的资本到哪 就说你不开放 他们站在老美的立场可开放了 老美的资本可以到任何国家买土地 什么都可以买 甚至他妈能能做国防工业的 他们就信了 因为他兜里赶上改开 他赚着钱 赚着钱 他也想干这些 他也想学美西方 但他为啥学不了呢 因为他一到 他一出去 别人就收拾他 他到老美那个 老美忽悠他 先给他这个投资忽悠过去 忽悠完了 给他儿女整过去 干啥呀 当人质 最后一点点 就把他那两钱掏空了 但你当华为 起飞的时候 华为到老美家 老美直接 气急败坏 老美就不干了 你看到没 所以说美西方 把他们忽悠的一愣一愣 咱家靠什么 打破这些美西方的东西呢 很简单 制造业生机 就是打破他们的定价权 专利潜 突破技术 科技 他们就破防了 他们就 在全世界破防了 大家都能看出 他是啥人 就跟以色列 犹太似的 犹太一直装可怜 现在给家杀干嘛呢 屠杀三万多儿童 妇女了 这回明白了吗 资本主义 就是自由贸易吧 咱不能说不好 最开始那时候 啥也不管 但美国经济大萧条 咋来的 1929年 罗斯福新政是啥呀 罗斯福新政是彻底改革 金融系统所有的 他说白了 就是违背自由贸易的 罗斯福新政 就是学苏联的一盘棋 才把美国扭转过来 最后参加二战 捡个桃子 斩个桃子 这么过来的 当自由 自由贸易 自由主义 刚崛起的时候 大家都有 各有想法 做生意 肯定会冒出很多 当竞争过去之后 各行业 胜出几个大浪 这些大浪 就是日后的资本 这些资本 如果再按照 自由主义 那个方法走 它就会涉及 各行各业 你的电力 你的方 你各个方方面面 你这个国家 就被他们控制了 那美西方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们靠船坚力炮 在别的国家 用技术来赚更多的钱 来吸血 用专利 打开你的大门 来吸吸你 香港为啥不行 最早香港为啥 那么起来 起飞那么快 靠着咱家的窗口 那边靠美 背靠 美西方 这边是咱家 靠着窗口 最后为啥不行呢 因为捐完了 最后各行业 除了几个大佬 这几个大佬 把整个小香港 配搭点地方 你看那个电力 李嘉诚 这些东西 所有 你别人再也 卷不上来 为啥香港 没有科技爆发 什么都没有 就是造业 卷完了之后 最后全部垄断 就这几家 完事了 最后你们底层 完事了 我就是收割 当高租工了 就会想 他为啥这样 因为他不能 出现向老美侵略去 自由主义 到最终 他肯定是垄断呢 你不用想啊 刚开始确实 挺有活力的 他最终 土地 写着全这帮人的 电力这帮人的 你住的 吃的 喝的 是用的 全这帮人的 全这几个大佬的 这就是实大实的 这么努力 北西方能 远的 没那么厉害 原因 第一靠苏联解体 收了很多 第二 第三方面的 殖民 给非洲 这那里 给南美 那楼老多土地了 给外边 给海外赚的钱 我们说老美 一个肯定是全球 开联组 为啥 他能开呀 别人咋开不了呢 这种的 像星巴克 为啥都是老美的呢 那么咖啡 都为啥不是南美的呢 因为老美强大呀 老美强大的时候 老美的公司 在中小国家 公司的总裁 说了比你那小国家 总统都好使 你敢资了毛吗 你资了毛 直接老美制裁你 你明白吗 所以说呢 他们是靠啥 说白了 靠霸权 靠垄断 这才是真正的 所以说 我们说咱家的企业家 你想做大 你得加国情怀 你必须做到这点 对 你以这个方式去走 问题是不当的 我先走 当你走出国门那一刻 你还得认为一点 国家给你背书 对 你走出国门那一刻 你的背后 就是你国家 我还说过一句话 华为在这个地球上 放第二个国家 都得被老美收拾完了 他之所以能挺住 最后绝地风生 完了 全面吊打 就是因为有咱家 这个后盾 这会明白了吗 所以说 你没有这种意识 你是不行的 你是做不了的 这么帅 所以说 其他人说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 反霸权过程里边 文化霸权还是挺重要的 咱们就得让昂萨跟犹太 自己暴露 明白吗 咱们暴露 咱家把制造业升级做好了 现在已经全起来了 整个新能源体系合法了 对 让他们自己暴露 明白吗 一点二来 就是你打赢都白贝 你说他怎么暴露 他现在不就是 在这条路上走的吗 建小院高墙了吗 咱家是来去自如的 咱家才是最自信的那一个 老美是一点自信都没有 各个方面都没有 现在 他虽然表面经济造假 给自己整的经济还挺高 他实际上呢 岌岌可危 他自己最没自信 但凡有自信 没必要 整那些没用的 对 老美不讲贸易自由 做啥油的 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事 贸易自由 贸易自由是忽悠那帮大傻叉的 你站在你美爹立场 你美爹是第一大流氓 以前军事最强 各方面都最强 你美爹凭啥跟你贸易自由 他不占便宜 他凭啥跟你自由 我就问问你 你美爹是大善人的 你美爹钱白来的 凭啥 他不自由才是正常的 他跟你做贸易 最后他赔本 完了他说没事 我自由 我赔点 没没事 我赔点没事 完了最后呢 技术突破了 没事 没事 突破吧 没事 我不怕 我说你们是傻塌子 你还不信 你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 你勾咱家也不干呢 你同意肯定在另一方面 你能得到巨大利益 其实有些事吧 你们换个立场 看问题 这事就解开了 你就跟七哥讲国际局势 讲国际局势 我首先站在咱家立场讲 完了 老美 站在俄罗斯 你站在这几家大的 我一看 你就明白很多事 你国际局势 你绕开中美俄 你跟他紧 你怎么唠 你也唠不明白啊 他说有些事 你得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自由贸易 人嘛 再说了 咱人类嘛 上树摘桃的时候 部落的时候 就是争夺的 就是打打杀杀 哪有像你们那帮圣母 想的那么简单的 吃两天饱饭了 这样讲话 那有些人就天真 底层逻辑吧 其实这个世界是国与国之间的底层逻辑 虽然咱家推崇了互利互惠 咱家这是要干霸权 但即使老美倒了 地区 所有地区地方 还会有霸权 你不用想 这是底层逻辑 他说他不会变的 但是老美倒了 对咱家有好处 因为谁也挡不了咱家了 你地区行的 你们掌就完了 我制造平衡一管事 咋整个都赚钱 你们打钱我也赚钱 多极化是扯淡天天干架 我这么说 多极化是未来的大趋势 我还有一句话 多极化其实老美 要是能成为多极化的一级 实际上是救了老美 就跟以色列接受两国方案似的 实际上救了美国 救了以色列 这实话 因为什么 这个地球上 当个国家 不可能控制全球 因为大家慢慢都工业化 你多大个体格 欧美玩这种冷战 对抗型思维是不可能 二一个 咱家发展 你已经工业化第二阶段了 第一阶段已经完事了 未来咱家这么多人口 这么大就业率 咱家的企业 必须走出国门 你走出国门 你面临竞争的是谁 就是美西方集团 他们肯定不让你竞争 他们肯定在阻拦你 所以说咱家 你不想内卷 往前走 中华民族 你必须得剔出霸权 老美完事了 咱家基本上没啥障碍 别人打不打 说实话 跟咱有鸡毛关系 他们打 咱就制造平衡就完了 你这个地球 你扒拉扒拉 还有 玩一下的古老帝国 有文化的 玩乐 人口众多 土地更大的吗 有几个呀 随便扒拉扒拉 我去给你扒拉 老美完毒了之后 老美大齐列八半 就这大三千来万人口 这这都不用醒了 就跟老美一个样 阿根廷 这巴西大 这是南美 这是移民国家 他们永远成不了气候 记住这句话 大地这一亿多人口 想干啥都不行 他最后站住脚的 就是东欧这一块 这个伊朗 对咱来说 这都小咖喱密 非洲齐列八半 那更不用说了 就这货 这货给他支不了 他人口多 传下来给他解不了 基本上没有了 这地球上没有能跟咱竞争的了 没有了 就这货了 对 还哪有 你随便扔到地球 就就就 就大个屁地 你现在这老美完事 接着就 就啥都完事了 游戏结束了 转了不说 二十一世纪 是中华民族的世界 以后除了中华民族 自个 自个干起来 别的 啥一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就给三哥 欧美倒之前 就给三哥 一块收拾了政法 地球太小 对啊 地球在宇宙当中 本身就小了 现在感觉国家 挺多二百多个 一战之前 就几十个国家 这他妈一战之后 被他妈西欧 也强给支解的 整出这么多国家了 以前没几个国家 这他们支解 为咱们排除灌难了 伊朗那体格子不小 放到全球也不小 工业人口 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但是跟咱家比呢 你想想 在咱眼里 就是个小笔板 澳大利亚的七哥 你是真给他灭了 整些难民过去 都能给他灭了 你他妈是真给他灭了 中国还是可以 我说是站在咱家的立场 你可以哪个少都可以呀 尤其千万人口 配搭点地方 咱子十万平方公里 在咱们眼里 不就是个小笔崽子吗 你可不可以 你可以 你是啥时候可以 二战前可以 为啥呀 他是工业国 但是他为啥输给美苏了 就是体量的小 干不过美苏吗 可以 你放在谁眼里呀 你放在梵蒂冈眼里 他们都牛逼 都是巨无霸 咱家笔你听不懂话子了呀 那德国 你拿整个欧洲笔 四十四国家一块 在包使啊 你说有文化 有底蕴的能传承下来 有大一统思维 这地球也就咱一家 这是实话 他们美西方到头了 还是我那句话 老美最后一战 老美二路汽车也快到战了 也快到战了 到战全咋 以后咱能做的事太多了 这是一定的 你咱们家站 站着美苏 不管是美俄 他们一个说 全是咱家 整个工业化进程崛起的 电脚石 我就告诉你 他们底蕴都不够 你放开历史来看 因为七哥是聊历史的 你要知道 世界史 西方史 欧洲史 美国史 七哥不是给这张瞪眼 给你扯的屋子来 聊历史 你结合当下 你才能看出这些东西来 你要是他妈不懂这些东西 你就光看老美 那老美那家话又不懂的 那老美还能垮 那不可能 那跟当年说苏联 苏联还能垮 不可能 都不能垮 对呀 你必须要了解 你要有历史 这个出发点